根据数据显示 年满50岁的女性当中 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 会因为骨质疏松症而骨折 同时也有多达1200万名的男性 患上了骨质疏松的风险 为了提高民众对这个疾病的防范 还有根治的意识 世界最大药厂之一的安静公司 将会在本周六 在柔斯密市社区中心 举办骨质疏松症的教育活动 活动届时将会邀请专家医师 为民众讲解如何降低 患上骨质疏松的风险 安静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 骨质疏松症通常是没有症状的 很多患者在骨折之前 都不知道自己患有骨质疏松 虽然民众都知道 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体内的骨头会逐渐变脆 但是安静指出 这一个其实不是衰老的自然现象 如果民众们想要了解 更多骨质疏松症的预防以及根治 可以在本周六的下午2点 至4点前往柔斯密室的社区中心 听听这个免费的讲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